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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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研究团队对新藥进行过体外细胞抗癌测试 及臨床的動物試驗 這些測試都證實新抗癌藥 除了可以治療肝癌 還可以抑制軟癌 子宮頸癌 皮膚癌 肺癌 和結腸癌等等多種癌細胞的生長 而且新藥只會殺死癌細胞 而不會攻擊正常細胞 以標靶式治療癌症 所以副作用會比化療少很多 我們已經幫新藥申請專利 上年更加將這種技術授權給一間生物科技公司 等間公司可以投放多些資源 希望盡快可以開始臨場測試 令新藥可以正式投產 快點用在病人身上 依次的技術轉移之所以成功 全教團隊成員通力合作 一方面 這個技術是生物和化學科技結合成果 另一方面 我們集合了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 一種新藥才會得到這麼大的突破 更重要的是 我們證明了香港絕對有能力 做高水平的科研項目 我們會繼續研發更多對付癌症 和其他絕症的新藥 希望最終將絕症變成普通疾病來醫治